是不是说这些检查都是必要的 到底是最基本最关键的 比如说这种年龄段 哪些年龄段是最关键的 哪一些是必须要做的这样的检查 哪一些是可以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必要做的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 现在它基本上就是说 在这个医疗实践中 它开始向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接轨 有一些医院也增加了一些 国内不常见的一些医疗服务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年度体检 还有就是像原来我们很少见的在中国 它有这个康复医学 现在康复医学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那么讲到这个年检 年检呢作为一个中国它这个国家卫生部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这个guidance 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性的 指导性的这么一个条例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 什么样的性别 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这个我不太知道 我觉得是应该有 但是呢具体实施到下面医院去以后 可能就会变了一些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现在这个在中国 它主要就是说每个医院都是以这个盈利为主 所以说呢它在做一些广告的时候 或者做推出的一些项目的时候 有时候呢就会把一些 就是说不必要的一些检查项目就给包含进去了 比如说一般的正常人来说 全身的核磁公正是不应该做的 核磁公正 核磁公正MRI 那么在中国呢 它就会给你加进去 2000到4000块钱人民币 你把这个东西给做了 那有没有必要呢 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必要 那在美国来说核磁公正一般 就是说你有适应症的时候才能够做 还不是做全身的 一般都是做局部的 通常就是说到这了 核磁公正 通常哪些情况下 医生才会说你要去做一个核磁公正 做核磁公正一般的来说 就是说像我们一开始 就是我们那个在节目之前 我们说过 比如说那个有人患了这个 关节炎 骨关节炎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看看关节渗出 那么可以去做一个骨关节的 这个核磁公正 它核磁公正它有很多种 那么你像有时候 病人有前连向癌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核磁公正 还有些那个其他的一些 脑部的站位性病变的话 比如说到脑部啊 头部 有些人有这种经常性的这个 偏头痛 是不是说去做这种核磁公正 症状 所以说病人头疼了 你马上就给他做核磁公正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核磁公正一般的来说 都是要检查身体器官的 气质性病变的那么一个措施 定位 看看究竟在什么地方多大 假如说出血了 中瘤了什么的 在美国这个医疗体制里面 比如说你去做这个年度的 这样的体检 经常常做的 除了非常常规的医生 护士 量血压 量体温啊 等等 常见的验血 会通常会采血 验血主要验哪些项目 主要的是 为什么就是说 可能验 抽了这个血以后呢 有时候好像只需要 抽一管血就可以了 有时候需要抽两管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般的来说是 根据你的年纪 和根据你呢 本人呢 对病人那个 对医生的诉说 你有什么症状 他来根据这些东西呢 他来给你 给你来抽血 一般的来说 我们要检查病人 一般都是这个CBC 就是说那个血的 这个就完全的这个 红细胞 完全的这个血的 这么这个count 中文字有时候 翻译不过来 对 那这里面就包括 看你红细胞的量 那个白细胞的量 血红蛋白的量 看是不是贫血 这是常规要做的 然后那个 还有要做一些 尿的化验 这个Urean analysis 尿 尿液化验 主要是检查哪一项 就看你的这个尿的里面 有没有红细胞 有没有细菌 假如说有红细胞的话 会 假如量比较大的话 会做那个细胞沉淀 这个尿 那个 那个 沉淀实验 看看究竟这个细胞 这个红细胞 是从哪里来的 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膀胱癌 对吧 有肾炎 尿蛋白比较高 这都可以看出来 假如病人说 要是觉得这个 最近比较疲乏 肝趋疼痛 有可能到国外旅游过 那么呢 可能医生会叫你 做一些肝工实验 做肝工实验 通常是通过血样 对 血样 对 血样 你想想那个病人 假如说 美国病人 这个糖尿病的人 血糖高的人比较多 那会 就是空腹血糖 会抽象血糖 做一些screen 那个test 验血 刚才提到 就是说 验血可能会 除了来这个检查 这个血液里头 各种这个血细胞的 这种 是不是正常 另外 在很常见的 这种医疗保险的 这种册子上 说的 就是说 可能是要检查 有时候是要检查 血液的 粘稠的程度 也就是说 是 是不是应该中文叫什么 血脂的 这种情况 对 那检查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检查这个目的 就是看你血脂的 这是也是 也是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说年度检查 包括了 就是看这个 你的胆固醇高不高 中胆固醇高不高 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甘油三脂怎么样 假如说高的话 他们有个guidance 就是说 首先就是应该锻炼 修饰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饮食行为 然后呢 实在不行的话 六个月以后 那就开始用药 用药可能再复查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 一开始谈的时候 就是这个体检 性别 男女有别 通常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先从男性说起 什么年龄段 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男性一般的来说 我们就是说 50岁以后的男性 主要就是应该做 那个前列腺的检查 还有那个 直肠癌的screen 这些检查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什么血糖啊 这些东西 当然都早就应该做 还有这个血脂 什么的 一开始都是要做 这是大家都要做的 对于男性来说 一个是刚才你提到 就是前列腺癌 这方面的检查 前列腺的检查 好像有 这个好像有的保险公司 不太一样 有的保险公司 是在40岁 有的是在45岁 或者是至50岁之间 对 应该做 刚才你谈到的 这个直肠癌啊 就是这个 这个 这种检查 这是不是好像是 一个非常大一点的 一种检查 对 这个项目 是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他就是要求 就是男性 包括女性 在50岁左右 就应该 必须要做一次 做一次 这个Column Aski 就是 直肠镜的 这个检查 主要就是来 排除 你是不是有一些 新生物和醉生物 在你的这个 这个直肠里面 还有什么 吸肉 在那个 那个直肠里面 假如有的话 他会 把它切掉 做一些 那个组织 那个 切片 看一看 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 所以主要的检查的 目的是 检查癌变 就是不是检查癌变 是来Screen 就是说来筛选 筛选 来筛选 假如说你没有事的话 一般来说 五年之内不用再检查 通常是五年做一次 对 50岁以后 对 五年做一次 对 这样的 好像是要在这个麻醉的情况下做 对 在全麻的情况下做 所以说有些人 我听到说非常担心 这种 好像在麻醉的情况下做 像是做一次大手术一样的 对 这个好像是必须得在麻醉的情况下 因为好像要不麻醉的话 非常疼的 对一般人来说 按理说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procedure 已经是很常规的一个procedure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安全 麻醉 对 麻醉意外 那是 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 好 我们接一个电话 我们现在有一位是内蒙古的观众 范先生 范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家伙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